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第一个任务 了解磁网 什么叫磁网 顾名思义 它就是一个单位内部计算机构成的一个小型的网络 它呢就是一个internet的磁网 类似于什么啊 类似于一个家族 就好比说你的家族四世同堂 从你的祖辈 甚至说你的曾祖辈 那一辈开始算 你这是一个大家族 然后呢 你和你的父母又构成一个小家族 你们这个三口之家 就是你们这四世同堂的这个大家族的一个子家族 类似于这个 它就是子网 说到子网 就不得不说子网划分 所谓的子网划分 就是说从一个大的网络 或者说是从一个主类网络之中 划分出来一个小型的网络 划分出来一个子网 就叫做子网划分 它的核心思想就是 网络号向主机号借位来产生一个新的网络 新的小型的一个子网 在这里给大家举了一个例子 172.16.2.160这个网络 回想我们上去所讲的内容 这个网络 按照它的地址来看 它是一个B类 一个有类的网络 既然它是一个B类的网络 那么它前16位 32进制里的前16位 是用来表示它网络号 后16位是用来表示它的主机号 所以呢 在前面的这张图里 它的172.16就是它的网络号 2.160就是它的主机号 而在后面这张图呢 这个里面则是对它进行了一个子网的划分 这个所谓的子 进行了这个子网的划分 就是说 它的主机号本来是前16位 去向后面的主机位 主机号借位 网络号去向主机号借位 去把这个2借过来了 之后呢 就成了这样的一个 这个2就成了它的死网号 这个呢 就相当于是借了8位 32位里面借了8位 只留下最后的这8位 110它表示的这8位 来表示它的主机号 而之前这些呢 都成了它的网络号 虽然说这是死网 但其实是由前24位来组成它的一个网络号 这就相当于是网络号跟主机号借了8位 划分出来这样的一个子网 既然说到子网划分 我们又得说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 它叫做子网研码 这个子网研码呢 它的作用就是用来界定网络号和主机号的一个范围 它最根本的用途就是划分子网 就比如说这个例子 192.168.1.1 这是它的IP地址 然后呢 它的子网研码是255.25.25.192-26 这个所谓的-26 Core2.26是什么 是这个IP地址 192.168.1.1的网络前缀 而后面呢 这个 这个 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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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 这个子网研码 它呢 也是由32位 32位的一个 二进制表示出来的 转过成十进制表示出来的 它的构成上来说 跟IP地址没有太大的区别 区别在于 它并不是一个实际的IP地址 它只用来表示说 网络号和主机号到底各有多少位 既然 大家可以看这个 255.25.25.25.192 它转换成二进制之后 前26位都是有1 这个后面的-26 它的网络前缀 就是表示说 在转换成子网研码 转换成32位之后 是有26个1 剩下的 剩下的六位 都是0 在网络之中 在网络的 这些二进制的数字之中 1表示精确匹配 0呢 则表示非精确匹配 前面有26个1 就表示说 它这26个 前26位 是用来表示网络号 后面的6位 0 则是用来说是 表示主机号 这就是一个 对于192.168.1.1 这个C类 网络的C类 网络的一个划分 资网划分 它呢 本来应该是 它的资网研码 是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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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也就是说是一个 -24位的 一个网络 现在呢 是从 后面的主机号里边 借了两位 来 充当之前的这个网络号 这样呢 它的网络 就小了 网络数就多了 网络的范围就小了 因为主机 它的台数 就少了 这时候我们再来引进 VLSM 这个概念 变长磁网研码 这个变长磁网研码 它的作用呢 就是用来 打破传统以类为标准的 地址划分的方法 是为了缓解IP地址 紧缺的产生 其实说到这里 大家可能觉得有些抽象 我给大家再举一个例子 在这个变长磁网研码 技术出现之前 也就是说 我们一个 比如说一个B类的地址 这个B类的地址 前八位是用来表示 网络位的 然后呢 后面的-24位 是用来表示主机位的 大家想想 这-24位主机位 能产生有多少台主机呢 是25 乘25 再乘25 是这么多主机位 当然 还有 我们还要减2 至于为什么要减2 我们会 之后会提到 是有这么多台主机 大家可以想一想 在一个公司 或者说是一个 交易机构里面 大概 这个数字 乘出来是一个相当庞大的数字 是不可能有这么多主机的 但是 如果说一个公司 他买了一个 这样的一个地址之后 他对于这个地址 对于这个A类地址的 它的浪费 可想而知 是有很多的地址 都是用不到的 为了打破这一点 才采用了这些 变成资网研码技术 就是说 你现在买了一个A类地址 然后呢 你去 像这 你去 把这个网络 网络位 去向主机位借位 去产生一些小的子网 之后呢 他这个每个磁网中的 可用的主机地址 少了 但是 可以 产生 可以用的 这个网络就多了 可以用的磁网数就多了 就相当于 你买了一个 A类地址 然后你进行 磁网划分 你可以把它划分成两个 划分成三个 划分成四个 划分成很多很多个 这些都是不同的网络了 但是 他们里面的 可用的主机是少了 但是你可以就是说 比如一个教育机构 或者说一个公司 他买了一个B类的 买了一个A类的地址 他把这个A类地址 划分 划分之后 他自己公司总不可以用一个 公司的 在世界各地 比如说是一家非常棒的公司 世界500强的公司 他在世界各地都有分公司 那么他可以把这个 把买的这个A类地址 划分 划分给这个 世界各地的各个分公司 这样的话 一 节省这个资源 二 也避免了这个网络地址浪费 在之前我跟大家说过 现在所采用的这个 主要采用的IPv4这个地址 它的有很大的局限性 它只有32位来表示 来去表示它的IP地址 导致它的IP地址空间比较少 现在这个浪费情况也是非常常见的 所以呢 才采用了这种VLSM这种技术 当然大家可能还是觉得有些抽象 其实大家只要 可以这么想 VLSM是一种技术 是用来划分子网的技术 而 这种 划分子网 才是说你实际要去做的东西 就是说VLSM是技术 而划分子网是行为 大家只要知道这一点就好 子网划分的好处 其实刚才已经说到了 一 缩减网络流量 二 优化网络性能 三 简于管理 四 更为灵活的打破覆盖范围的网络 其实还是说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避免网络空间的浪费 以及优化这个网络的性能 因为网络 你如果要是有很主机数 你同时有那么多主机数 你这个网络的性能 也是对于性能会大打折扣的 再来CIDR CIDR 无类预见路由 它是什么呢 它其实在这里也给大家罗列的概念 就是说忽略这些网络的规则 然后把它定义成一个相同的网络块 这个比较抽象 其实它的实际的含义是什么 它的含义跟这个变成子网研码 可以说是相反的 也可以说是 准确来说它是跟划分子网 这种行为是一种相反的 划分子网是把几个大块的网络 划分成一个个小块的网络 而这种无类预见路由 这种技术呢 CIDR这种技术 它就是把一个小的网络 去忽略类的这个规则 去构成一个大的网络 它们两个之间 包括划分的方法 都是反的 仅此而已 它的优点呢 就是减小网络的数目 就是会出现一种情况 这些网络 由于你之前不正确的划分 导致说这些网络太多了 你划分出来这些网络太多了 一个网络里边就只有两个 两个主机地址 那这样的网络就是 没有那么大的 没有完全没有划分的必要 而且你的路由表会非常非常多 这样的就会导致 这个影响路由器的性能 所以说这个时候 就体现出了CIDR这种技术的优点 然后包括呢 还有从网络流量 CPU和内存方面来说 开销更低 就像刚才我跟大家说的 你缩小路由表之后 这个路由器 对于其内路由表的处理 它的这个过程就要减小 之后就会对它 路由器之内的CPU和它的内存 它的影响性能的占用 就会少 所以开销低 还有就是对网络进行编制时 灵活性更大 这个所谓的灵活性更大的意思 其实就是说 跟VLSM一样 它就说你可以说把这个地址 就是说把你这个网络里面的主机数 变多也好 变少也行 就是这个意思 好 我们来总结一下 今天所讲出的主要内容 一 简单的了解一下子网 子网是什么 子网就是一些 由一个大块的网络划分出来的一些小型的网络 就叫做子网 二简单了解一下 CIDR和VLSM技术 CIDR 无类预见路由技术 就是把一些小的 把小的子网 归总成一个大的子网 或者说一个大的网络 VLSM技术 变长子 变长子网亚马技术 是什么呢 就是划分子网的依据的这种技术 好 今天的课程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的收看 再见